你真的自己看看 观音基本上是印度教的双马铜 佛教是从印度教里面 把这个可以拿来当佛教的一个神 就变成观音 观音是男性女性 观音是无性 观音的最原始 我认为就是黎明的时分 天要亮不亮 或者是恶婚法的始言 这不太容易理解 我们人类不是有恶婚对立的观念 黑白什么什么 所有都是从这样出来的吗 就是人类刚产生恶婚法的观念 那瞬间叫做观音 可以朝向正 可以朝向那个原点 那个混沌的原点 这只是我个人认为 我认为那就是观音的真正内涵 这个只是用图画来讲了 因为在飞机上 在美国飞机上 有个投影 你知道我们台湾人很厉害吗 一个人都小三个小孩 那里面造型 里面什么 就在那里面说 其实我认为观音是代表着一种 黎明要婚不婚 披白要婚不婚 恶婚观念的一种 婚出来的时候 你看观音的这个构成 观音是怎么来的 因为佛经太深奥 心经也好 什么经也好 那直到观音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个通俗性 因为观音的法理就是 你是 不会讲话 它就变成不会讲话 那个方式去让你描述 这个叫观音法理 所以最早 在中国产生同时 同时名 是什么呢 佛教什么时候 开始本土化 在这里给各位一个概念 基督宗教传来台湾 几百年 基督宗教成功了没有 本土化了没有 怎么检测 原住民的影响 已经很成功了吗 我说 你要用什么方式去检测说 这个宗教已经在台湾 完全生根 完成本地化 佛教什么时候 开始在中国真正 生根 变成中国的文化 我不是问你时间 什么标准可以检测出来 家家有观音 那不一定要皇帝一个下令 通通要有 我告诉各位 有一个最谷底初心的办法 可以检验出来 就是 中国人里面 有没有产生 那个宗教的神出来 听懂没有 观音其实就是 印度佛教在台湾 彻底本土化 所产生的本土神 叫观音 所以他的东西很多 台湾有没有产生 我告诉你 林末良出现 这个神话出现的时候 中国是真正的 国教已经本土化了 今天基督教在台湾 如果真正是成为这个土地的子民 必然台湾人里面有产生 彼得还有谁 亚保罗还有谁 十二大门徒 不管正反 这些都出来了 那才是真正落地生根 检验一个宗教之后 有没有外来的宗教 是否成为那个地方 一个新地方 新族情 新人民 新文化里面 真正整个契合在一起 也就在于自己的神 已经产生了 这样才透彻 佛教直到了观音菩萨 文书 独立菩萨 还有哪几个 还有地藏王等等 出现 所以你们去查看看 佛经里面 印度哪有什么地藏王 怎么地藏王变成韩国的王子 好 好 精彩啦 那有观音的老家有 除了那个普罗什么什么 南海以外 西藏也有一个 哪里也有一个 那个就是在那里在地化 在哪里在地化 所以一个宗教真正的 你们一般念宗教还念不出来哦 但是这个是最直接的检验 所以当所谓 你知道这个观音的法里呢 观音很厉害 就是他可以让阿古都听得懂 他为了要让唐太 第一个产生的观音神话 在中国里面 最常看到就是 就是那个唐哪一个 唐先宗还哪一个 爱吃 爱吃那个蛤蜊 爱吃蛤蜊 他从山东派人这样快马一战 他吃一碗蛤蜊汤啊 死了三匹马 死了两个人 又死了一个姨父 什么才吃得到 所以呢 观音就变成蛤蜊 有一天 那个蛤蜊呢 唐什么钟一直打不开 突然之间变出一个观音 唐文宗就出来 他就叫和尚来解释 他就告诉他怎么什么 反正就是观音变成蛤蜊 来让这个皇帝 来让这个皇帝了解 你这样劳民伤财 所以他就除掉了这个爱吃蛤蜊的习惯 什么叫马郎户 观音呢 马郎户 在哪一个地方 陕西有一个金沙的地方 那观音就变成怎样 为了要让这地方的子民叫化 观音就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姐 各地的敌哥都追过来了 不要无路猪黑 各地的男哥都跑过来了 那可以 这个小姐就说 出一个考题 第一 要会被心经的才可以 才通过 马上检验 哇 总共有三百个通过 其他淘汰掉 第二天 他出一个题目 要给我两天之内 备会金刚经 他们就去备了 又有通过 三十个通过 接下来呢 还有规定 一个月内 能够备得出 花言经 花言经几百万字 你知道吗 当然他只是笑话 因为那是小说嘛 结果到后来 最后剩下一个姓马德 那个他马德 就通过了 然后一晃 一A 他就要跟这个结婚 好了 新郎教 抬着了 要去送到 那个姓马的家 到了 马家 一打开 发现 新娘死了 不见了 新娘已经死了 那这个狼家 没有办法 只好把他 放在棺材里面 隔天 有一个和尚出现 跟他讲 你去打开棺材看看 一打开 有一个金锁 那个尸体 已经变做一个金子的东西 这故事在讲什么 万一可以变成任何地方需要的来教化人民 有一个金人 姓高 怎么样 他患法被抓了 要杀了 当天 醒醒的当天晚上 观音出现了 跟他传授 十字一部经 就是这部经 高王 观世音 登天 十五娘 他隔天 他就念着这个东西 结果筷子手刀 一砍 刀断了 救了他一命 到现在 台湾 还在卖这个东西 你看 超度发生 但是 如果你真正了解 那个意义的话 你需要去参加 什么法会吗 也可以参加 也可以不参加 但是 你的心 不会被他 手细乎 行事 我不是要你去缓 什么一种的行事 也不是要你去 对那些 只是我一再的提醒 你能不能在你的内心里面 走向自我解开来 那就是什么 刚才来讲 剑山是山 剑山灰山 剑山又是山 我还是落草人间 我不会害树极树 我不一定要做出 跟肥人都不一样 No 我跟肥人认得通通一样 只不过在我的内心 已经了然 不再受到很多的数 这个就是台湾的宗教的禁忌 所以台湾人可以容纳各种宗教 你阿猫阿狗来 我都可以 胡来胡现 汉来汉现 因为我可以使一面立体禁忌 所以能够达到的境界叫做大言静置 那这个很多很深层的内涵啊 可以在最简单的原始里面 你看我小时候的 台湾人想这个就是什么 你知道吗 一阵禅忌被启帝嘛 就变成鸡士禅嘛 变成鸡士禅的 由令人出家令人做啥 但是呢 那后来到了闽南 后来到了台湾 最多台湾的佛教的最简单 就叫做什么 泰港 泰沟 就是这一类的啊 然后后来共产党最近这三十年来 中国的又来了佛教 然后又怎样 从中国逃过来的佛教呢 就开始强调我们才是真的佛教 其实呢 每一个时代遭受不同的破坏 有不同的反应 重点是 把他的那个华礼华脉华灯 传承下来 所以你不用去怪人家 哪一个是什么 哪一个是道教 哪一个是儒教 台湾本来就是三教归宗 你知道为什么会归三教归宗 因为明朝有一个皇帝 就是独尊道教 要杀鲁教跟佛教 鲁教跟佛教的人 就推出一个抵抗的办法 叫做三教归宗 再加上 出了一部神怪小说 叫封神榜 哇 封神榜最大特征是把所有几千年来 只要是跟神油 Erica 再加上一部神 重新洗牌 给一个招牢头子 钓椅子 由鱼尾巴钓上来的江泰宫 去给他封神 那一部小说是台湾人类史上 少有的极怪力乱神 想象力丰富的超级记住 你知道吗 在过去台湾人 台湾这些都没出色 听听听听 那个东西 观音华理 利用上 风神眼力的造神眼灵 只要我能传达观音华理 其他都善加利用 于是台湾的宗教的最大东 造神就这样出来了 所谓李诗科史 变成李诗科大神 什么东西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只是借着他来提醒我们 我们的社会病了 我们的社会走到怎么样的地步 我告诉各位 今后台湾一样不断的造新神 绝对会有 大家乐的时候是最近三十年来 新神产生最多的时代 人民只要有所期待 观音华理就发生作用 新的神就由是反省了 但是神明一直在延替 在淘汰 互换 但基本的本尊一直都在 然后另外一个角度看 那台湾人的价值系统呢 就奠基在 另外一个 严了还的公共 了还基世 了还世信 什么东西有没有 这个故事我那里面都有介绍了 你就自己读一下 这样 形式 价值 原理 你通通清楚了 台湾宗教怎么一回事 目的 最理想的人格 这个通通出来 还有没有疑问 然后好东西在哪里 形成的那样的善 自然 自由 解放 不在乎形式 纯真 若真 而做什么善事 左手做的不让右手知道 只希望人 就是这样和谐的相处 地利已有何有哉 够用就好 我们不要去占别人陪你 哎呦我们连好话也不必讲 这个东西在历来外来政权 从来自己的人不能够来管自己的情况之下 硬变 被扭欺 被侮辱 四百年来都是外来的来侮辱台湾人 台湾人从不坑一声 儿子坦开胸膛 坦开土地 接纳任何的招踏者 就像台湾的女人 就像台湾的土地 说好嘛 好的要是 说贱嘛 我实在讲不出口 我小时候值得残堂 都拜管林佛祖 管林佛祖 我那都管林佛祖 表天中麻祖金 麻祖在头前 后边一定拜管林佛祖 还有 这是随便的小细节 你知道吗 台湾原来 营草时代的 马祖庙天丽叶是红色的 顺风额是蓝色的 清朝施朗过来以后 把颜色对掉 天后宫的模式 天丽叶变成绿色的 顺风额变成红色的 你们现在去签台湾所有的马祖庙看 只剩下北港马祖庙 还维持戎朝的红色 那我去访问我 这太圣公公 你们这两千 你们麻祖没去清朝跟魔头 你们是怎样 天理眼孙荣耳窃投降 他说对 以前这个颜色是弄错的 那现在为什么做这样 因为我们后来破掉了 就去按照台南天后宫的模式做难怪 当然天后宫到天后宫就是施朗做的 这个是我自己发现说 这个好像颜色怎么会这样 每一个小细节 你们发现没有 大家喜欢用戎 戎代表皇帝代表什么 对不对 你去看看前台湾的寺庙 所有的戎都是四爪的 为什么五爪你就被杀头了 只有皇帝才能用五爪 前台湾唯一的庙椅 用五爪龙一贯到 一贯到 你去看看 他的龙全部五爪 而且还九龙 而且代表天使一贯 我认为光是这个我就知道他的政治气符最强烈 对不对 我不知道 我只是知道 以前他们典团师几百个 在台中那个洞室那里 曾经早好去上课 哇 他们对了之礼意 那个鼓起来 人啊 就是这样 我要去上厕所 他们尊师重道 热热腾腾的毛巾 他说我受不了 我这个比较喜欢平等 去佛光三年讲一句 我也受不了 一点 好几个在旁边 冰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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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是真正的服务 还是你老婆的 我也看不懂 不管 我不应该以这种小人之心 去度人家君子之户 但是我实在不习惯被服势 到后来我说 父啊 不用了 他还在一块 我好 最后起来我说 你看你看你看 哪一片叶子掉下来 是经过科医安排 他们两个才散散的离开 从来没有任何一颗路珠 是为了炫耀而存在 台湾人喜欢的是 真的自自然 然后因为我们的宗教 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体层 是这样不做作 不稀位 不讲的 不好话讲一大堆 然后尸体大作 是假假的一大堆 我为什么找不到工作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样 因为我发现 那种假假的地方 我实在不喜欢 不管你是在做 多伟大的事情 但是呢 因为这样 我只好都会犯罪 但是呢 好惨哦 我又连一小块地都没有 现在都种在保利笼里面 但是呢 最近种了三个月的白菜 这么小都不长大 而且还马上给我开花 因为环境不适合 而且更惨的 我每一次种的菜 那个鸟都把我吃光了 来看一下 然后 其实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颠覆 你们知道千里远孙和统 它的武器代表什么吗 代表人的意识 启蒙 剖开 原来从混沌 剖开成二言对立 为什么用骨头 是有它的道理的 你去看类子 你去看古典的那些 中国早期的很多经文啊 经书啊 就是所谓的四十五经啊 那个基本上 很多部分是宗教语言 宗教语言 那个平常人看不懂 你们去看看 神他怎么